昨天晚上买了一个CPU 就是手上拿的这个 这个CPU是i7-7700 3.6GHz的一个CPU 花了我400块钱买回来的 闲鱼上大概是450块钱左右 非常的新 有没有小伙伴想要的 这个是飞瓶站老板那里拿回来的 他说他那个他女儿的电脑 因为换了新的 所以他就把那个原线的电脑给拆了 就是把这个CPU 他本来想把他女儿那个整个主机卖给我的 主要是我觉得那个主机太大了 然后就是不方便带回家 然后我说你那个主机最值钱的是哪里 他说CPU最值钱 我说那那就把CPU给我好了 然后拆开来一看 原来是i7-7700 那个老板刚开始说要430块钱的 后来被我砍到了400块 我说这个闲鱼上也就450块钱左右 那你得便宜一点卖给我 然后就400块钱卖给我了 然后他那个主板还有内存 还有硬盘 还有机箱 卖给了另一个人 就是CPU被我拿走了 其他的东西都被另外一个人拿走了 因为其他东西都不值钱的 比如说内存呢 只要几十块钱 硬盘也就几十块钱 主板可能会贵一点 要一百多块钱 但是这个会贵 这个CPU是最值钱的 如果有没有 如果有想要这个CPU的话 可以联系我 那个我的400块钱买回来的 450块钱包邮 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要不帮助 那个CPU 怎么也不合得 我就是要不帮还